人体万事万物万类的真本源头与最高 处在其宇宙天融合不变的真理之道 所以我们今天就集会了解什么是天天大道 不知找到了各大教们的最高信仰中心 人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 更能为宇宙至高无上的真理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道之真意在天天之天不为天 在后天之后不为后 其大上有可量其微上有可指 唯道底下不可量其微不可指 不可以那无不包围 无不入 无所不通 无所不测 万彻了天地人万物万类 万彻了三十三天万 万彻了天心万点 万彻了天法万法 万彻了天法万读 万彻了天法万读 万彻了我之一身 你乃写天大道宝贵的真理 人权必须之真学 以及是人权 与我 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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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机 愈有及时之交替患悟之交涨,愈有提取,而最宝贵的是, 这天体患悟的主宰,同时也是我们本人一身之主宰, 约信底,使得我们无学而能看、能听、能诗、能语动。 因此,我们不只要探求天地间的距离,更要回头认识我们身上不有的真理, 不天天大道理是信底真团,道的宝贵并不在于它有什么神秘有或特殊之处, 而是在于它平时,但我们却时时刻刻离不开它的本体与尿用。 我们反观一下自身,就会发觉我们身体的结构是非常精硬和傲妙的。 我们轻轻地做一下手,就算是这个简单的一个动作。 其中作宣射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能量化学反应神经系统资料讯息之传出, 即保护分析判和命令之下达,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识和文明水准,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 但是我们做五个动作的能力,却完全不因的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异。 而有证则影响,不论是学士多丰富的学者,或是不不是音贩护走, 不论是成人,或是刚出生不久的音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的动作。 人、人与生举来,不学而知,不学而能,服增不见的良知良能,就是读在我们一生的草。 我们有学题而得道的知识和谈论,有忘记的时候,有疏远的时候, 而道的本体和调用,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大而能读宰宇宙的运作逍遥, 道而能读宰宇宙的运作逍遥。 我们有而不知其有,有而不知其有,有不觉有无可不等缺少他。 他的祖宇宙的运作逍遥,但自觉无极切,我们身上固有的道,因为就在我们身上,就称作自信老。 我们了解的真正在天体幻物的道,在我们身上就有,他的作用不应受到我们但美国否认而有任何增添。 无论种族夫的国籍宗教信仰或评念不贵,均无分无别。 因此,我们能求得天天大造,不只找到了宇宙的真本源头,也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火。 不只认识了perfection,也认识了我一生的真正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魚 鴱 걸로 2 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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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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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那些有无数的生化反应处理作用等同时发生, 闹着妙用分布在我们身上, 无用学习,无用思考其作用随成天上外, 合起来确实有一个自我, 一切有条不愤自然来成, 到在无声,定用词读,在眼能词, 在耳能听,在口能言,在鼻能管相扯, 在身能定用情共作识, 此其道在我身之妙用, 所以我们了解了到不止主宰这天地万物, 更主宰我本一生,宇宙根本源头最高主宰于我一生主宰, 并非二远, 到着本体无形无形, 我们就眼看不到它, 手也摸不到它, 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再发挥其妙用, 并进而随着天、地、地、环境而发展出语言、文字经典去造福人类的文学, 四句是我们良知良能之作用, 一般人不了解到在于我们自身的本体和妙用, 只摸不预示到它的存在, 并以灵魂代表它, 我们称其为自信老, 因其没有生命也不会悔患, 我们也称其为真国, 雪真国乃是最不足最圆满, 最光明最环美永恒不秀的, 现在我们来生一看, 真的见多的这又形又像的肉体, 能不能代表我把一个人生命中不同阶段的照片拿来比较, 我们就可发觉面貌是无时无刻不再变化的 我们一般君习惯比相貌要人 但相貌却不是永恒的 我们的肢体也不是真果 某些人不幸失去了一只手或一只脚 仍是好好的活着 我们的内状现在科学昌明 机智体能化重度的心脏成功一只肚甘起 我们不能因此说 这个人不是他自己了 就算头的脑气高 从我们一出生就开始 不断的在坏死结草和变化之 因此又贫又像的肉体 只是真果的一个工具而已 肉体虽然恨是真实 这无时无刻不再改变之中 不知处身边又变成一堆黄土 因他不尽永恒的 我们称之为价格 我们称之为价格 对比真果和价格有所了解之后 我们也就可以了解 我们的称之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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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道就是直接变出了真正永恒不求的真果 也就是良心本性的开 如果中最坏死适认不求之 regime benefit 在不知文明远眷项的经理 假若在新员正 ком 我们在人生将有如平之所咒 做事更加为真 更是我们为了忙碰满足下落 而做出坏体害人的事情 造成自己在世时与此后的灾祸 因此求到启发了我们 内在层的真我良心 天国甲果写条龙和 是我们的人生不论存墨 都是平安取得自在充实 而有必要 其次求到也就是开启了 我们身上的正门 又偷良心之门 智慧之门 慈悲之门 这个门非常的重要 当我们要移开一间房子时 自然由大门离去 如果是门无法开启 而被做红窗户或阳台脚出时 就可能会摔断腿 我们的肉体就像一间房子 天国灵性就像是房子的主人 当有一天肉体要悔快时 天国灵性不复得正门而出 被过运行旁门 其控制与焦率是无法平容的 这也要治疗之后的痛苦与不安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到 别大多处的人灵性不复得正门 其助手皆全现山将命恐惧不住 与挣扎之将 求到就是开启我们的生来 此去之正门 也就是封天大度 因此我们今天很幸运能求到 求得真保大灵性封天之正门 所以让我们找回真果 认识我自己身上的道自然与良心 作为在人物之准则 使人生更有意义 更尽管解决生死大事 得到苍生了此的保障 在天之后回到我们的来复家乡 所以天天大造就是回天之道 天天大造之宝贵 即是天经换点不足一点 此点打开全观众门和门 天堂大陆一步之超级的永生之道 此点宝贵 超佛月祖超级月点超越天地 得到这一点宝贵 祖宝贵 至宝贵 也会不足一点 其实天天地宝贵 至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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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都迹个天 看不足一点 又喜欢 其宝贵 至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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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高性能有自己全球道 能够开启良心之门 智慧之门 空宣之正门 这是第一步 这宝贵的道 还能带给我们终生受众不尽的 福之一离苦的乐 人生在世 高受种种之苦恼 就提根源接起因于你吃了真果 求道首先就是 让我们认识人人身上不有的道 要为我们本有志真志 选至美志族圆满 永恒不休的真果 在日常人情之中发挥